腾讯游戏宣布将与乐高集团合作推出游戏昨日,腾讯游戏与乐高集团宣布,双方合作的游戏即将于9月19日正式公布。 据介绍,今年1月,腾讯游戏高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共同研发智能玩具,无人配送机器人雄安上岗在无人超市,无人快递车之后,雄安新区又迎来一名新的高科技员工。 美团无人配送车小待,经过一个月的测试,雄安新区已经实现了外卖无人配送式运营,首单真实订单落地。 美国无人机公司创新电池续航技术最大航程两小时多数无人机最终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电池寿命短,而且大多数顶尖无人机的飞行也就只能持续20到35分钟。 近日,美国无人机公司创新电池续航技术,在最佳的飞行条件下,新型无人机的止空时间能达到120分钟,直线飞行里程达75公里。 Facebook推出新AI系统,有助于检测仇恨言论。 昨日,Facebook宣布开发出一款新型AI系统,可用于检测仇恨性言论。 这一系统的代号为Rosatica帮助计算机阅读和理解每天发布到社交网络的数十亿张图像盒。 凭借这套新系统,Facebook可以更容易地发现平台上哪些内容违反了反仇恨言论规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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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